大家好,我是Stan 有批亲自培养的男团Cyper 在出道两年,四名成员同时宣布退团 只剩下三名成员继续活动了 8月9号,Rain Company声明表示 公司与Cyper成员们通过充分投论后 决定尊重成员们的个人意愿 Tan Tag 图换问 从今天开始结束活动 接下来去Henbin Kata三名成员会展开个人活动 未来也会重新组队继续活动 在此向喜爱Cyper的粉丝们表达感谢 公司真心支持在各自道路上重新开始的成员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P真的没有制作天分,也没有责任感 不要再制作了 怎么可以拿着孩子们的人生开玩笑 MBlack的时候不也是这样 制作后觉得不行就抛弃 一点都没有做持续发表团组维持粉丝团的努力 就这样放人不管后让他们出去吗 出演综艺的时候每次都在宣传是Rain的男团 就知道会这样了 因为一点都不像是宣传男团 而是在宣传Rain一样 希望成员们都能在各自的道路上 一切顺利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网幸福的一个内容 8月9号 Kudunio出演了韩国一个综艺 并公开了时隔20多年 与大S重逢的影片 在Kudunio看到这段影片后忍不住流泪并表示 在我死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我 人生中最难以忘怀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的话 我会选择这个时刻 我是度过最幸福日子的男人 Kudunio接着表示 我们在20多岁时有过美好的回忆 然后现在再次相遇 所以觉得时间真的很宝贵 第一次看到Kim Kudunio在节目中流泪 我最姻缘的情侣要幸福 这对情侣真的太美丽而让我流泪 真的电影也不会有这种电影 太浪漫了 每次看到大SKudunio的新闻 就会让我想要结婚 我已经结婚了 女生长最后 她的情侣 还想要结婚 我已经结婚了 她的情侣 我已经结婚了 她的情侣 她的情侣 让她的情侣 让她的情侣 她的情侣 我还想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